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崭新观点 看两岸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在现场为我们介绍 一屋的一个非常 受到很多电子商务界人士 所喜爱的一个博览会 这个博览会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过 在我们节目当中 来到现场的是 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的顾问 吴苏星小姐 苏星早 Coco姐早安 听众朋友大家也早安 这个一屋我们已经介绍过两次了 有一些是因为一屋有一个 你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学习 快递电商的学习 后来旅读中国杂志就 很大幅的报道了一下 好可怕 假的一屋的这个商场是 实力的 他这个商场是要全部要逛 这个逛完毕 可能要好几天的时间 对不对 是是是 没错 那个就是他们的 那个叫做小商品城 那这次是因为十月份 他们会有一年一度的 这个小商品博览会 那这个博览会 跟我们的做这个外贸 或者做这个电子商务 或者是我们讲的叫跨境电商 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必须要理解到一件事情 全世界比如像Amazon Ebay Weesh 这些平台要统计出来 你知道全中国最会赚 全球的钱 不是赚中国大陆 赚全球的钱 就是做跨境嘛 跨国界这样去做外贸 用电子商务品来做外贸的 你知道吗 义务是第三名 在全中国的里面 可见他们在这个观念领先上面 跟生态圈的领先上面 跟他们的这个叫做 大数据资料库的这个建制的方面 义务其实走在蛮前面的 那这方面 这个情况是不输给杭州的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把杭州跟义务通常是一个并列的状况 如果大家要学一些电子商务啦 要理解一些全世界电子商务的这个趋势啊 我想这两个地方 大概没办法避免要去拜访 要去理解 要去学习 那刚好这次是小商品博览会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次办了一个叫做 外贸创新的研习营 其实就在讲跨境电商啦 那其实就是跟外贸会非常有关系的 台湾在这附近最近这这数年真的是弱了弱了 上去看看人家的发展是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这个营呢 有一个一个商品的特别的展览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 大家再去进行一些学习 外贸的学习 没错没错 我记得你上次也介绍过 义务还有一个电子商务大学 对不对 对对对 扣姐真的是太厉害 他就是有一个叫做义务工商学院 对 那我们这一次还是跟他合作 而且这一次我们的学习呢 并不是只有在电子商务平台的运作 我们要学习的是他在他们叫做什么 全民创业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叫做微信 对 微信微商 对 这个微信微商呢 他有一些就是合法跟一些模糊 跟一些不合法的运作 那你要真的叫运用的好的话 这次我们安排了一个课程 请这个义务工商学院的老师 来跟我们在这个理解上面 微信上你应该怎么样的操作 还有在这个国际对外跨境贸易上面 有哪一些平台可以运用 这一次我们一方面要去看这个 小商品博览会 一方面要去学习这一方面的一些研讨 还有去看一些这个青创基地 所以透过那微信 你有一个账户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学习到这个义务的电子商务 跟商品的这个下单啊 这个定制啊 行销啊 商品力行销力啊 就可以变成电子商务的一个小商站了 对 不但是一个小商站 可能就是马上就跨进这个跨进电商的里面 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 因为现在我们政府也非常鼓励这个外贸嘛 就外贸尤其是用这个电子商务的模式 再接下来就政府现在鼓励南向 但无论已经南向东向西向北向 很大的就是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外贸人才 国际外国际贸易的人才 因为现在外贸跟传统外贸的一些观念是不一样的了 对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很好对电子商务的理解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语言能力 其实大家不要忘了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外贸的部分 语言能力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 好 这个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商品展览会好不好 那么不过它也快结束了吗 没有就十月份 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是十月 所以你应该说你要理解一下 看错了 我以为是到九月 没有十月 九月现在是在做这个浙江的这个对接会 十月的话这个小商品的这个博览会 它等于是你要预估到接下来中东 非洲欧洲 他们的小商品流行趋势 他们的材质运用是怎么样的一个 所以很多的买家会去 买家那不得了 几十万人 那在义务那个21号到25号不是 我们要旅馆真的是 对旅馆真的是难透难透了 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运作都booking好了 好所以有一个义务外貌创新速成营 这个现在是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这个主办 然后由苏星这个代队 我们还是做客服 这位队长他人高高的 所以他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队员都在哪里 学生们在哪里 然后人长得很漂亮 谢谢空后姐 谢谢 而且非常有领导力 谢谢 10月27 20号到27号 对不对 除了去21号到25号的这个商品博览会之外 你们就安排了其他的这个 对清创基地 比如说这样来台湾有名的叫云期小镇 这个阿里巴巴跟这个鸿海合作的 我们也会去参观这个云期小镇 他在哪里啊 就在杭州的稍微近郊一点点 所以我们从义务到进杭州 刚好就会经过云期小镇 那杭州自从这个集团体开会之后 对 已经变成了 全世界电子商务好像都全看他 你知道杭州的电子商务还全看义务 所以这个就是一关扣一关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是等于是回到最源头去 去理解这个电商生态的发展 你要不要把我们讲一些个案呢 就是说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 可以到这个义务去 他们的工商学院 就是我们曾经介绍的这些 这个影区的活动 然后就变成了电子商务专家 也不是说一定 因为能不能成专家 可能大家还有很多的进修了 但是我们至少面对的是第一手的资料 不会错误的资料 不会像台湾的一些重要 就是我们断章取义或不理解的部分 我要跟哥哥姐报告 像我们上一回去了之后 我们就已经有一位的台湾的年轻人 就入学到 最近刚刚开学 入学到义务工商学院 全部学完 等于是成为正规他们的学生 那可以再顺便也在当地就做了 跟电子商务有关的事情 当然他们上学就是一定要开店 一定要做 好好玩 是 就是他们的学分 可以用这个电子商务开店来抵 用你的成绩来抵 学分也用这个抵 你的课程也用这个来抵 不是很感兴趣的是 这个义务小商品展览会 是 这个是每一年都举办吗 每年举办 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的博览会了 它本来义务就是到处都是商店 不是吗 是是是 那那个博览会是另外在P空间吗 也不是 它是原来的地方 但是应该会有个降狀 你知道跟我们台湾常会讲 叫产业聚落 对产业聚落 义务这一次是等于把 全国的各种商品制造的产业聚落的 厂商买家跟卖方 全部放到义务这个地点来 跟大家全世界的 这个买家跟卖家全部去接轨 在这个一个地方 在这个七天的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可以预估到全世界流行趋势 就是说 所有人都会把他的东西带到这里来 就是卖家 他自己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也会来到这里 就是了 那就是全中国 全世界 全世界 原来义务的博览会是全世界的商家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状况 是应该要 现在因为电子商务的流行 外贸跨境电商的关系 其实他们比较强调的是客制化的商品 而不是一个我做好了一堆 就是大家来买 然后你去卖 这样没有意义吗 是你如何客制化 你大家 台湾的年轻人如果有创业的 就商品创业上的需求 你如何找到你一个最好的生产基地 客制化的生产 以及物流派送的基地 义务是一个 商品城市 是一个很好 跟这些厂家对接的一个场合 所以到也不用门票 我们都全包了 参加这个营 对对对 我们全包了 还有一些研习讲座课程 我们也一定全包了 10月20号到27号 是 这个到衣乌外贸创新速成营 除了还有一个去参观云期 对不对 此外还有专家讲座 淘宝注册还可以一次搞定 是是是我们上一回是蛮辛苦的 就是让我们全团的学生 都全部搞定 而且开店都开成功了 我们还有奖金 过去的经验是台湾的哪一类 什么样的年龄层 什么样的职业别的专业人士 来报名参加 我们等一下请素心介绍给大家 好吗 不过现在如果要报名的话 大家可以上网 对不对 对是 On the road旅读中国杂志 那10月27号到 回到我讲错了 所以是27号 跟20号之间 20号到27号 我带皮 由随团带队 王牌名师 吴素心老师 飞往一屋 总共是外贸创新 速成营有好几个课程 8天 那你上网 或是有一个活动专线 都可以报名的 人数有限制吗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那到底要上什么课呢 通常过去经验显示 是哪些人在参加 那8天之后 你就可以 睡变成一位 电子商务的 新鲜人吗 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么说 像我们这种 从来没有经验的人 进去也可以学会吗 可可姐 你一定没有问题的 真的 一定超级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应该模拟一下才对 对不对 是没错 我报名了 现在假装我已经报名了 你们要审查资格吗 不用 不用 好 那20号早上就跟着你 是 到我们一起飞 桃园机场 对 直接飞 飞义乌很快吧 现在有直飞的航班 我们对啊 大概两小时吧 两小时就到 很快 就根本差不多到杭州 是差不多的 很近马 义乌是属于浙江吗 属于浙江 我怕讲错 属于没有错 属于没有错 各位浙江是一个好地方 那个地方有绍兴酒 有宁波汤圆 对 汤圆 对 很少人提汤圆 还有讲公家乡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学习之旅 是非常不一样的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义乌呢 在10月21号到25号 要举办一个全球的年度盛事 那就是义乌小商品展览会 那吴素心小姐要带队 有一个外贸创新素成营 20号到27号 总共8天 请问一下素心 如果说不是要去参加你的这个素成营 只是想参加博览会的话 我们在台湾的台胞 可以用旅游的方式去参加吗 可以啊 就是他们有个官网嘛 大家可以去搜索 他们有个官网 你就先让报名 就可以进去 博览会要先报名 对 要进场 是有点管制的 有点管制 我说的管制并不是 所以身份的管制 对于人数的流量啊 先报名 还有一个先有个入场的票券 但是不用钱的 看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他就让你 比如说你是买方或卖方 那他就可能 可能给你 但是去 那总案有地方住啊 你不是说旅馆都购买吗 住其实是最痛苦的 因为义乌 毕竟他 可以住到杭州去 再每天过去吗 那可能拉车 要两个半钟头吧 辛苦哎 还好还好啊 大陆两个半钟的 你说辛苦啊 人家在新疆 动车就八九个小时 这个不能要讲啊 好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好二十号到了 十月二十号早上 要到机场去报到了 是 好 我是周宇寇 我要来参加你们的管道 宇寇同学 好 现在护照给你 你护照都收走了 是 那现在开始怎样 我们就上机一起飞 就一起上飞机的 好 我们是坐直飞吗 对 直飞 南行有直飞 直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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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在飞机上你会做这个预先的一些讲解吗 应该是这样 我们在这个去出发之前 去之前呢 我们有两三次的讲 哇这么认真啊 对包括第一个 我们对于外貌的基础知识 尤其是跟像中国大陆这个外貌 法令规定不一样 有一些法令规定 因为至少关税这些都不一样 进出口关税就不一样 还有它的减合制度就不一样 物流啊等等都不一样 或者说中国大陆 我们不一定是只做中国大陆 我们要做国际的生意嘛 嗯 假设我们是利用啊 中国或是利用台湾做一个啊 基础基地 嗯 那我们要全部是进攻了是 呃 国外比如欧洲非洲中东这些地方 那我们这样子三角 嗯 怎么操作 对对对对 外貌事物要理解 好 所以我们有有一个课程是讲这个外貌的部分 嗯 另外一个课程的是 大家毕竟都是要做电子商务嘛 嗯 好不论你是做呃 哪一个行业的 那你要做跨境电商 你就必须要到电商平台上去操作你的这个买卖 嗯 不管你是用阿里巴巴还是用eBay还是用Amazon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你必须要知道你怎么开店 你的店铺怎么规划 嗯 店铺规划之后你的产品系列怎么操作 嗯 嗯 有些是我们讲的爆款嘛 好有些是利润款 有些是怎么样的 那你如何这个啊 啊征服全世界人的口味嗯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堂课嗯 在行前把让大家上完这一些基础的知识中在处罚 啊好好 所以有两堂课耶 对我们不会说呃大家莫名其妙就没大家丢过去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也可能还没有一个基础状况之下也会蛮辛苦的 上个飞机要穿制服吗 不用完全不用你穿的 可可姐穿的美美来就好 可以穿高跟鞋 辛苦了 不过进博兰会小心点戴双平顶鞋 对 好 好接下来到了义乌了下飞机了 是 坐游软车到巴士到酒店 对 然后我们当我们我们应该是分成三个部分了 就是呃我们有这个呃一两天的时间 应该是说呃两天半到三天我们是直接在会场 在办会场 对让大家去看看 是分头展览还是分头看还是你们会 可能会分头看因为大家可能你自己要 兴趣不一样 兴趣不一样 因为有人做是服饰的 有人要做的是玩具 嗯 啊有人要做的是啊 比如说是我们以前有个同学这样子做皮剑的 嗯嗯嗯 那有人做饰品 而且是不同国家嘛对不对 呃应该说他是用产品类别来分 他是用产品来分 好 因为这样集中你集中起来看 那你不怕他们迷路了吗 迷路有点困难 因为就一动一动了大容易 但很难迷路到哪里去 OK反正都有手机嘛 对而且我们我们会有人带 OK好 每个馆 两天左右两天半 对左右 就21号22号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有人会指导你如何跟厂商嫁接 哦对我如果看到说这个啊这个娃娃好漂亮哦 那我想这个在我的呃网络平台上代售呃 甚至你想修改哦 OK好 你要做一个客制化嘛 把脸做成像我的脸这样 对你就修改提出来你的需求 提出来你的需求是 然后就可以啊你就可以下单定制啊 呃就说应该说可以跟他谈 跟他谈 所有的人都是参加义乌的电商的博览会的 所有的啊小商家都是要加入淘宝网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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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如果要做呃用Amazon 比如Amazon在美国欧洲强嘛 那如果说我回到台湾了 我就想拍我就要开一个周玉扣小网站 是是 那我要卖周玉扣哈 是你的精选商品 小这个小巫婆 是哦 看我还蛮好的 这个蛮好的 对蛮好的蛮好的蛮好的 蛮好的 不会不会蛮好的 然后谁要买这个巫婆娃娃带回家 要把他这个用枪把他打两枪 哈哈哈哈 你可以订购 是 那他就 那我就可以买 然后他要帮我出货吗 他帮你出货 他帮我出给业者吗 帮你出给 出给买家吗 嗯对啊 他可以帮我出给买家 对你可以跟他全套都谈好 因为义乌 义乌还是一个全中国 跨境物流上是一个非常强的地方 我可以跟他商量 就是说有买家跟我买的时候 你就帮我直接出货过去 哪里他帮你出货 只是说有个问题是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金流啊 金流当时还好 是退换货 哦对 退换货是辛苦的 对 退换货 比如说像Amazon 或者像eBay这样 他们在全世界都有 我们所谓叫海外仓 像我最气的就是 我买东西的时候 要退货的时候 我的关税就退不回来吗 嗯对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一直是现在的问题 这就是跨境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 马云啊在这次G20 跨境啊 他会讲的EWTP嘛 对对对 他会提到T2这个概念 就是全球买全球卖 对 上好服各种有兴趣做业务的同学 我退货 我应该有个退货证明 然后我可以去跟我们的海关 把我的关税退回来啊 对不对 没有关税它是一件一件算的 他不能说一定出 不公平 我们要去叫立法委员来 这个修改 因为这也是电子商务 最后的发展 那我现在讲完了 我两天半 我已经去订购了一个 Coco 巫婆小娃娃 是 好高兴啊 我跟你讲 吴老师 我今天下单了 好棒棒 然后呢 我们要教你开店啊 然后教你 到网路上开店 对 然后再就是教你如何利用 比如说像我们用了一个 AliExpress这样的平台 教大家如何做全球的操作 我学的会吗 很简单 所以你定没有问题 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的Base Model 有没有想好这件事情 哪一个平台 哪一个平台 其实还真的还不是重点 好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我在讲20号那个 到27号的 这个差不多已经三天了 三天完以后呢 那如果有人觉得 博览会很好玩 还要只剩一分钟完了 我们还剩四天 四天你讲会讲完 好 四天就是最主要是 我们要上微信的课 如果用微信 微信支付 对 不是微信支付 是微信开店 全中国最crazy的是微商 真的 是用微商 我都在上面领红包呀 不只是领红包 你如果在上面开店 用你的社群人脉 在中国贩卖 天啊 我们将来再开一个课程好了 好不好 也可以啊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还要去参观这个清创基地 微信开店是要在现场上课 是在义务上 在义务上课 那就去参观杭州 对 杭州跟义务这边的 叫做清创基地 清创基地 那个是国台办 替我们台台湾人弄的吗 对 海下两岸 对 不过一百万的内容 是什么 我就劝大家 仔细看清楚 一百万 原来不是给你现金 不是给你现金 是开创业 好 这个20号到20千号 下个月 无数新老师的带队 哈哈 我已经学了前半段了 哈哈 谢谢 可可姐来看一下 啊